2021年过去了大半 无颜瘴气的娱乐圈也已经两头了四个顶流 前三个的名字现在体积就算骂街 敏感咱就不提了 现在轮到了全网八千万粉丝的赵薇 当然过段时间这个名字肯定也会成为禁忌 同时也会永远的被钉在娱乐圈的耻辱柱上 给其他艺人起到警示作用 说到小燕子赵薇 她可是内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顶流 01年凭借环珠格格走红之后 赵薇便纵横娱乐圈二十多年 光环和热度始终在线 其处角更是触及到了资本市场 而与之光鲜外表下形成鲜明对比的 则是她贯穿整个演艺生涯的黑料 从顶流演员到操纵股市 梳理赵薇这二十多年来的人生轨迹和所作所为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看似亲和实则争宁 欲望和野心无限膨胀的小燕子 从军齐装到殴打孕妇聘用台独一人 再到旗下一人败鬼和扰乱股市 罗列赵薇以上这二十多年来的种种恶劣行径 哪一条都够她吃几壶的 只是她能量巨大 此前一直逍遥法外 如今多行不亦必自毙 作恶多端的赵薇终于等来了这次来的封杀 说到赵薇这么多年来所犯下的种种恶行 通过最近铺天盖地的报道 大家都了解得很详细 但除了前面提到的广为人知的那几条之外 还有一个和赵薇有关的瓜则显为人知 这个瓜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已经离世 一位至今下落不明 可以说是赵薇的贪婪和恶毒 直接导致了他们最后的悲惨遭遇 细心的网友会发现 最近和赵薇一起上热搜的 还有一个叫万惠的人 万惠到底是谁 他和赵薇又有着哪些瓜哥 万惠是曾经万维网负责任无乐水的太太 08年万惠在社交平台批评并曝光了赵薇的不法行为 随后就遭到了赵薇无休止的报复 通过网上关于赵薇的黑料 我们也能看出 表面上看起来一向正面阳光的小燕子赵薇 实际心机爆表 城府非常深 手腕也非常强硬 对于和他作对的人 手段也是相当独辣 在万惠曝光赵薇之后 无乐水的万维网就被恶意攻击和抹黑 很多次事而非的负面消息突然出现 随之而来的就是万维网的用户开始大量流失 直到最后无法再继续运营下去 被迫倒闭 这个过程中 万惠曾多次想要通过互联网和媒体进行发声和反抗 但都遭到了赵薇的打压和控制 最终万惠和丈夫无乐水 在被逼无奈之下前往日本 遭受此打击后 无乐水也一并不起 最终病死他乡 随后 驾破人亡的万惠前往澳洲生活 网传万惠躲到澳洲后 赵薇依旧不放过他 排人跟踪窃听万惠 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甚至还被人强行送进精神病院 当然 这些网友的爆料虽令人毛骨悚然却毫无依据 但子宫死破产 丈夫可死他乡后 万惠过得相当凄惨 却是事实 当时万惠还身患子宫肌瘤 肚子肿得像怀了八个月的身孕 晚上无法入睡 胃部被挤牙十分疼痛 但他还是选择和赵薇继续抗争 他夜以继日的在国内互联网发声 然而由于其精神状态不稳定 言语零碎 被广大网友嘲笑 再加上赵薇在背后的操控 万惠的帖子经常遭到删帖和禁言 而在一三年 牙字必报的赵薇还用万惠 王府无乐水的名字 帮网友的孩子取名 以三年时 有人在赵薇微博评论说 想让赵薇给自己女儿取名 赵薇却回复他两个字 乐水 而这个粉丝刚好姓吴 赵薇的这一举动令人不寒而栗 这绝对不是巧合 对自己的所谓敌人 打击暴富 间接导致对方病逝 在他死后 还用这样的方式诅咒 他和自己粉丝刚出生的孩子 可见赵薇平时 活泼阳光的外表之下 却隐藏着一颗阴暗扭曲的内心 万惠的最后一条帖子 停留在一四年九月 此后万惠再无音信 在赵薇被封杀后 很多网友也都到万惠 最后的一条帖子的评论区里 告诉他 陈元德雪了 赵薇的报应终于来了 然而却没有人知道 万惠是否能够看到 毕竟从一四年留下 这最后一篇帖子开始 万惠已经在网络消失了七年 至今是否健在 我们无从得知 赵薇作为一个艺人 却如此肆意妄为 能量之巨大 已经超乎赤瓜群众之想象 赵薇的事很显然 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背后再多的力量 也抵不过时间 真应了那句话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他了